今天聊什麼 今天我們邀請的是 我們黨立委林維州 看到維州大家知道 現在非常熱名的合併話題 在新竹縣市 你們是不是又要升格了 變成第七都 維州跟這個網友們 問個好 大家好 生活Online 大家要記得都要來收看 叫做訂閱按讚分享 還要記得小鈴鐺 提醒自己 提醒通知 不過我們今天談的就是 這個新竹縣市的合併 新竹縣市合併這個議題 突然好像冒出來 從天上掉下來 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是誰的禮物 是林志堅的禮物嗎 我看起來是這樣子 因為之前七八年都沒有人在討論 而且我告訴你 在立法院我們更清楚 本來他們有一個什麼 國土計畫行政區劃法 那個是針對全國的 鄭運鵬提的 好幾年前就提 那後來就沒有人理他 然後也沒有 民進黨也不去推 也不會 那個就是關於合併 升格 那那個計畫裡面 有新竹縣市合併了 他就是整個國土一起去考量 就是簡單講都先廢鄉鎮 廢鄉鎮 廢鄉鎮 讓所有的縣市都變成跟六都一樣 都是直屬行政院 那個法案根本沒有人理 結果最近是真的從天上掉下來 到了這個明年要改選 那這個時候 而且很敏感 就是林志堅市長 老實講他之前我們大家都知道 他想要來台北市選 他第一首選是 不是桃園嗎 不是 他想過台北 台北市 他認為他跟林宥昌兩個在這邊爭 你看林宥昌 對 搶台北市 然後我們後來覺得說 這個高度各方面可能不夠 後來去桃園 結果桃園等到這個鄭文燦這樣 跟他獲了幾個月之後 突然冒出一句叫做 林志堅不在桃園的版圖 不在桃園政治版圖 之後 這文燦不想要他的 8月30號 然後之後你看沒半個月 他提出這個議題 縣市要合併 他一開始是講 只講縣市合併 沒有講深格 然後縣市合併 最大的改變就是 他可以再選 因為合併了 新的選區 因為新選區 他又沒有受到兩任的限制 兩任8年的限制就沒有了 他可以再做8年 突然冒出來這個議題 那冒出來這個議題 人家就第一個就質疑他 說你合併 只為了要選起 那應該要升格才對 你怎麼合併 有沒升格 對對對 他跟著 大家要記得 他一開始是只講合併 沒有講升格 一開始沒有講升格 沒有升格 是人家提醒他 說你只合併不升格 那有意義嗎 統籌分配款也不會變多啊 只是兩個加起來嘛 本來你這邊30億 我20億 加起來變50億 統籌分配款 因為你還是一般縣市啊 所以要升格才會 統籌分配款的比例才會不一樣啊 要升格 結果他說對 所以要升格 好 他為什麼只講合併沒有提升格 因為升格比較困難 難度比較高 推動起來可能障礙比較多 對啊 因為地方制度法不是規定嗎 要125萬才能升格 就合併之後人口還是不夠 如果合併不升格 就沒有這個125萬的問題 所以他算過了 如果說只要合併的話 就能夠符合他繼續再選一次 那升不升格跟他選不選沒有關係 那但是現在大家覺得你都合併了 為什麼不升格 因為升格更有理由 才會有爭取到更多的預算跟資源 他的位階才會提高嘛 以前而且我們台灣 從來還沒有 台灣地方制度史 從來還沒有說 兩個縣市合併的 記錄 只有分開沒有合併 有合併就是為了要升格 為了升格合併 對沒有說只合併不升格 對只合併不升格的目的是什麼 對啊你到底什麼目的 你大的把人家小的吃掉 哇那個小的怎麼辦 那個縣就不見了 比如說花東 你要把它變成花東縣 台東可能不見了 或是你要把新竹市吃掉新竹縣 新竹縣人口要比你新竹市多 那合起來你要吃掉誰 而且合併之後位階沒有改變 那這個合併的意義不知道是什麼 沒有太大意義 但是其實後來我們去查了所有法令 即使是只合併不升格 還是要修法叫做行政區劃法 行政區怎麼化怎麼併對不對 你沒有現在沒有法源 你說併就併 那到底誰主導 是縣主導還是市主導 然後呢民眾同不同意 這個就好像 其實我舉簡單一個例子 兩個縣市要合併 一定要經過公投啦 怎麼講呢 這個就好像說 啊台灣要不要統一 你要不要跟那個中國大陸合併 你說的是統一公投啊 要修憲 我的意思就是說你改變了國土 一定要修憲 那請問在縣裡面 你改變了縣的版圖 要不要經過人民的同意 人民的同意 一定要的嘛 這個是基本原理 就是說我本來是新竹縣民 結果我現在要變成新竹市民 對不對 然後要跟新竹市合併 那我同不同意 我合併下去會不會 我的核心變成跑到新竹市 因為新竹市比較熱鬧 核心喔 比如說我們現在新竹市政的重點 轉移了之後反而會更弱勢 我們現在核心在竹北 新竹縣對不對 縣政府都在竹北很發展 那將來合併以後一定回到新竹市 因為新竹市更熱鬧 人口更集中 這個看 這個台南市跟高雄市都知道 縣市合併之後 原來的縣區沒落 人口都往市區 往市區集中 是 所以對新竹縣民一定會有影響 那應該要經過新竹縣民的同意 所以意思說 如果要經過民意的這一個選舉來同意的話 他不一定是公投 他也許是在下一次的選舉 縣市長選舉當中 民進黨的候選人把縣市合併當成主要政見 然後讓民眾願不願意支持 如果民進黨的縣市首長通通都選上了 那就一起合併 對啊 這是一個比較合理的程序嗎 合理程序 照理說是這樣應該要公投 因為現在這個地方公投的法令都完備了 公投的門檻是比較高的 那所以應該要經過公投 因為我們地方沒有所謂的地方的憲法 不像美國的州有州憲法 我們現在是沒有 所以你那個版圖變更 你看那個美國的州一定要經過州憲法 裡面的公投 但是我們台灣因為沒有縣的憲法 所以最少可以透過公投 不用修憲但是要透過公投 再退一萬步就是秀琳你剛剛講的 組織人講的沒有錯 下一次選舉的人 2022你就提出政見 然後讓民眾來決定 你如果當選你去推動 你把它當作第一政見 然後民眾如果覺得支持 你當選 你去推動經過議會通過 最少要議會通過 這至少是一個民主的程序 我覺得這個程序是合理的 最少要這樣 但是絕對不是像現在說2022就來做 什麼都來不及 修法也來不及 民眾同意不同意也不知道 然後就要推動 只為了要選舉 我覺得這個 你說修法來不及是真的來不及嗎 因為林志堅 跟這個柯建民好像覺得是來得及的 柯建民就說人口就調一調就好了 120萬沒有到 把它下修到100萬 這樣子新竹縣市併起來人口就夠了 所以又合併又升格是沒有問題 修法可能來得及 民進黨修法很快的 是這樣子 修法後面要有一個公告半年 要公告半年 對啊 那是必要嗎 那是必要 還是得 應該必要 因為這個牽涉到什麼 牽涉到人民的 我要投票 就變不一樣了 我們兩個合併在一起 原來我 重大事項 這重大事項 所以最少要公告半年 這個就 後面有半年的問題 然後今年 這個會期是預算會期 主要在審查明年的預算 所以能修法的時間也不是那麼多 那你如果硬要修法 今年的預算有三個預算 總預算還有特別預算 國防特別預算 有沒有要買武器 那個暗 暗形什麼魚叉飛彈 那個特別預算 還有防疫特別預算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會期很忙 忙著審預算 然後你要推動這個 有爭議的法律 老實講不容易 要三讀 要時間 如果下個會期 下個會期2月1號之後 你看那個時候再通過 你選舉期間也太近了 半年 你看太近了吧 我們大概2月底才會開會 下個會期 就過完年 2月底 通過之後隔天就選舉 對啊 這樣子行嗎 好 這個是一個問題 修法衝促來不及 該修的你不修 像那個 我們大家都在講說不在局投票 這個該修的 那個公投法就要用了 也不修 你這個為了要選舉 這個要開快車 要這樣衝過去 我覺得 民眾跟在野黨 都不會支持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氣死你真的修了 把那個門檻125萬 降到100萬 請問彰化怎麼辦 彰化本來就126萬了 因為他沒有併別人 所以他不能升格 要先合併才能升格 這個好奇怪的 好奇怪的法律 合併之外 然後人口少的先升格 然後人口多的 我說我不用修法可以升格 你不給我升 你去弄一個 這個修法以後才能升格 而且人口還比我少的 完全不合理 然後再來就嘉義縣市 也會要求 也會出來抗議 還有屏東也會出來抗議 他說你如果要修成 100萬就能升格 你為什麼不修成80萬 我們屏東也可以升格 我們嘉義縣市合起來 就80幾萬 89萬 然後屏東合起來 屏東不用跟別人合 也有80萬 那大家一起升 為什麼一定100萬 全台灣的直轄市 對啊 那就到50萬好了 那就苗栗自己升 因為有50萬 南投自己升 大家升 那個雲林也升 嘉義縣市也升 通通能升了 會有這個爭議 不過仔細到底 林智階有沒有提出來 為什麼新竹市要合併 要升格的理由 人家彰化還沒升格 然後屏東也沒有升格 嘉義縣市也沒有 他有沒有比較具體 可以說服 人民的理由 有沒有你覺得 可以聽得進去的理由 他有講 但是這個 有很多解決方案 他剛開始提的是 叫只合併不升格 我們要記得 他原來是這樣 那合併到底有什麼好處 有啦 就是區域共同治理 這個概念 就是說比如說河流 縣市的河流 然後縣市就一起治理 或是橋樑 不用兩個政府 要一個政府來做 效率好一點 那個科學園區 也是橫跨縣市 所以科學園區 將來就面對一個政府 不用面對縣市 好 大概是這樣 我覺得這個是 當然是一個理由 但是 這個不是說 一定要合併才能解決 第一個縣市本來就有平台 就是合作的平台 那各縣市都有同樣的問題 難道都要來為了這個 然後合併嗎 大甲溪 或是佐水溪 或是什麼溪 都有縣跟市中間 通常都會有用溪流 來做這個區隔 如果要做橋樑 難道那邊也要來合併嗎 為了做橋樑 新北跟台北更應該互併 那新北跟台北 那橋樑更多 橋樑好多 淡水河要共同治理 不是嗎 所以他講的是這幾個理由 另外就是統籌分配款 那統籌分配款是要有 升格才有 才有那個問題 所以那個不在合併的問題裡面 所以那個問題薄弱 就是他要解決的問題 沒有那麼的廣泛 那不是一定要合併才能解決 那如果一定要合併才能解決 那真的你講的 台北縣是最應該合併 對啊 不是新北台北合併 就台北新北是最 關係最密切 有多少人共同生活圈 對共同生活圈捷運都繞來繞去 對不對 那應該合併成一個政府 更有效率 那淡水河一起治理 合併兩岸的公園 都共同來管理 變成一個政府管理 一定要嗎 也未必 所以我覺得理由不夠充分 所以大家才會回頭就質疑說 不要再說那麼多 你就為到選舉了 還要為到什麼 不然你以前八年都沒說 他已經搭了八年台北新竹市長 他都沒發現這個問題 準備邁入第八年 而且是在鄭文燦拒絕他進入桃園版圖 突然提出來 這才真的讓人質疑 如果是真的那個樣子 我覺得事實我們也要反對 因人設事 因一個人修法 然後為了要選舉 這不是政治考量 那是什麼 那如果真的要討論國土 討論合併 您剛剛已經這樣講過了 這一任選舉 2022的選舉提出政見 2026來實踐 然後把修法程序做好 我覺得這最好 一般來講是這樣 就是說呢 譬如說李登輝當年提修憲的時候 一些跟他個人可能相關的法案 也不會在他任內就執行 也都是修給下一任用 那林志堅這件事情最大的爭議是說 他是要修法給自己用 給自己用 這樣可以嗎 這量身訂做給自己用 這應該是最大的爭議 難道民進黨 民進黨沒有覺得這個不符合政治 我覺得啦 其實民進黨裡面有不同的聲音 只是他們不想批評自己的統治 像英系的陳明文 就是嘉義問的一樣 他說啊 你怎麼這樣可以生 有也要生 你嘉義就出了 不是同樣都是英系的嗎 對啊 但是就是會 他不會嚴厲的批評他 但是其實已經有發出 釀他一下 釀他一下發出不同聲音了 那包括鍾嘉賓一些新潮流的 屏東的 也會在講 哎呀你們縣市合併 我們屏東咧 永遠是孤兒 因為你 那個他不太可能再去跟高雄合併 因為高雄已經縣市合併了 屏東並不進去 那他又被高雄隔開 他永遠就是 在那邊他只能單獨生格 你了解嗎 他沒有人可以併 難道要併台東嗎 屏東 雙東 這太難治理了 太難治理 那中間有中央山脈的南段 所以那個南迴公路 那個也不是很方便 我的意思就是說 民進黨內其實 很多人持不同意見 你說大家反對不敢講 但是就是同志 所以他 大家在觀望等著看 說到底是這樣 是怎麼樣 是這個會期就要推 還是像老柯講的說 可以一定可以過 黨團會議還沒開啦 所以這個另外一個觀察的重點 就是黨團會議 就這個會期的民進黨黨團會議 他們所做的優先法案 有沒有這一個 有沒有這個地方制度 還有就行政區劃法 那這個兩個法案如果有 那就是他們要推 如果沒有 那就是觀望 我覺得啦 硬推 的可能 應該只有四六 就四成可能會推 我的判斷是這樣 因為這件事情 如果硬推的話 其實不是只有林志堅吃相難看的問題 整個民進黨可能都會在形象上面 受到很大的影響 因為這是為了林志堅良心定做 假設說這件事情 是民進黨認為有正當性 有在政治合併 甚至正當性的話 你可以現在推 然後林志堅不要選 對啊 那他最有正當性 對這樣子最有正當性 就不是為己良心打造 不能黃袍自己加身 這個真是太離譜了 我們地方上這個傳言說 喔可以這樣喔 那做八年以後 那就來合併縣市 再做八年 然後再來合併竹竹苗 不是也有人在提竹竹苗 那再合併一次又可以做八年 那總共可以做三八二十四 二十四年縣市長 一直合併就一直不用下台 這個民主是這樣 你如果想要用這種 玩制度的手法 玩的方式 這個就違背民主最原始的基本精神 民主制度有一個就是 我覺得兩個最重要 第一個叫做check balance 要有在野黨來監督 所以要兩黨政治 第二個就是有任期制 尤其是首長 美國一樣啊 你做了再好的總統 做八年就不能再做了 你不能因為說我做得很好 所以我繼續來做 那你不就跟普丁一樣嗎 大家不是也在罵習近平嗎 跟習近平一樣 那你就要學習近平 你日間是要學習近平 改遊戲規則可以做第三任 這個民主制度 為什麼只能做兩任 因為一定會有弊端 兩任之後權力太大 然後會為自己擦脂抹粉 然後用1450 用你的行政資源 讓歌功頌德的人越來越多 然後到最後說 所以不用下台 然後去改制度做第三任 所以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說時代在改變 你做了八年之後 不管你做得再好 但是經過八年 那個年輕人已經一直世代上來了 要有新的人新的觀念 來治理這個城市 這個國家 這個是另外一個 就是世代要交替 不管你做得再好 因為時代會變 所以如果連這樣 他們都不遵守 這種兩任任其做完 不管你再好 林志堅自認為做得很好 再好你就是要下台 要讓新的人來 不管他是哪一黨 所以我覺得 如果要用制度來玩 這個民主的基本原則 我覺得這個是蠻丟臉的 就號稱一個民主政黨 民進黨就打民主進步黨 民主進步黨 結果你用來 用狡詐的方式來玩民主 對不對 民主大退步了 對民主大退步啊 所以 其其以為不可 對民進黨很傷啦 我跟你講 對整體的民進黨 一定會很傷 不過這件事情 也是讓大家覺得非常的奇怪 因為民進黨不是號稱 最會世代交替嘛 人才濟濟嘛 難道他新竹市找不出 另外一個能夠接棒的人 是這樣子嗎 我也不認為是這樣 新竹市現在民進黨內 有兩三個人在競爭 也有議員 也有選過立委的 雖然沒有當選 所以不是沒有人啊 那另外就是林之間市長 他就林之間的私心囉 對啊他不知道怎麼想的 他一直想說從外面找人來 我們也不知道 之前有說林非凡要去啊 但是後來林非凡那個民調一做 說比在地的還低 所以林非凡說No 林非凡是看到高宏安去了 不敢去嗎 我不知道 林非凡聽說啦 說要回台南 因為台南畢竟比較大 你說林非凡要回台南選 可能選立委啊 選立委選議員嗎 因為台南是他的故鄉 然後台南發展性也比較大 就是他是直小的 板塊比較大 你來選一個新竹市 然後那麼小 然後升格不成就是一個新竹市 四十幾萬人口 那把它綁在這裡 你如果當選就要綁八年嗎 沒當選還丟臉 你真的覺得林非凡會當選 很難不容易啦 對啊那你不要想那麼多綁八年 我跟你講 他們常常會這樣 即使你沒當選 會要求你說要蹲點 有沒有像林曉雯 如果你去選的話 給了你資源 要蹲點啊 你說他會怕被綁在新竹八年不能走 對啊你選一次沒上要再選 選到上 民黨這個制度不錯啊 不然國民黨都沒人蹲點 是是要經營地方 所以他很怕去那邊 會被綁在那裡 我覺得啦 何況跟在地的議員比起來 結果民調還沒有比較高 所以他我想他就沒有議員 好你說民進黨難道沒人嗎 怎麼會沒人呢 對啊也有人啊 那你不是為別人 那是為自己 所以就是為了 才會有合併嘛 所以是為了林智堅自己的政治前途 而不是為了民進黨在新竹市 能不能夠繼續延續政治生命的問題 我覺得 就是為了純粹為個人打造 對為了選舉 為了他可以繼續再選 哇這個還蠻low的 對這個設定目標 太不符合林智堅了 他的幕僚要打屁股 對這個政治判斷 給他的 有很大的問題 很大的問題 民進黨得不了分 會扣分 然後他自己也未必 他自己也很難得分 很難得分 那可能他永遠從政的污點 有可能 因為大家說 你為了自己要第三任 然後來合併 光光這個因人設施 要選第三任 這個 然後去強力推動 本人強力推動 去你看他 自己跳出來領導這個議題 為了自己要能夠繼續連任連選 去中常會專保 然後老科幫他要推法案 然後他自己開記者會開好幾次 我覺得如果是學者或是其他人提 那他就半推半救 我覺得這個好像其他的 你說演都不演一下 不演 像高雄式的合併 台中式的合併 都歷經差不多五年 台南式也是 然後當事人都不太敢講 就要選連任的 那時候都有人這樣 因為這樣連任 比如說陳菊 吳智強 國民黨也有 所以他是想要比照陳菊模式 想要比照吳智強模式 這個高雄跟台中可以 我新竹應該也可以 問題是人家 他都當事人 不敢出來強推 都是地方 然後 這個是第一個原因 不是當事人 當事人你要利益回避 反正應該要利益回避 不是啊利益衝突 你第三任 結果自己再推 一定要合併 這是第一點 當事人 這個要利益衝突為避 第二個 時間 人家即使是這樣 也花了大概五年的時間 才達成那個合併 溝通協調 然後區域版圖怎麼畫 然後將來的人員怎麼配置 什麼區公所怎麼去配置 花了五年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 他們的合併 人口都超過兩百萬 就遠遠超過法律的最低標準 而且是法律還有一個門檻 叫做兩百萬門檻 那個叫準直轄式門檻 意思就是說 只要你達到兩百萬 他就是直轄式 不用升格 就是要自動升格 所以他們一合併 就準直轄式 所以準直轄式 就馬上議會 還有這個人員配置 就是他的直等就比照直轄式 而且統籌分配款就開始調整 我的意思就是說 人口已經達到兩百萬 那個正當性大家就會覺得夠 你一合併下去 人口兩百萬升格 沒有人會講說你胡志強 你成局勉強升格 來選第三任 因為合下去真的人口達到兩百萬 兩百萬 桃園也是兩百萬升格 對不對 然後高雄也是兩百多萬升格 那他們合起來就兩百多萬 台中也兩百多萬 合理的升格 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情跟剛時高雄的升格 陳菊選第三任 跟台中的升格 胡志強選第三任 最大的不一樣 就是當事人自己推 而且當時的陳菊跟胡志強 沒有讓大家看到 他去其他地方找機會 找不到再回來選 他去過 你剛剛講他去過台北市 希望選台北市 又希望去選桃園 那這兩個都被打槍之後 然後才說要回來讓新竹升格 這個過程恐怕比結果是更難看 您之間的政治判斷力 是不是很有問題 我覺得他現在應該是要危機處理 而不是繼續推動 他還很年輕 為什麼要在這麼年輕的時候 就做這麼照鏡的動作 我們也想不通 民進黨的位置這麼多 資源這麼豐富 他要入閣也不難啊 我覺得我有聽說啦 就是說入閣 但是因為沒有重要的位置 可能會比較次要 分不到重要位置 對 所以他意願也不強 所以他一直想要選直轄市 有機會選 台北不給他選 桃園也不給他選 所以他才會想到這招合併 合併以後人家講升格 他就跟著喊升格 OK我們繼續觀察啦 但是我覺得政治真的 很多人說政治是高明的騙數 那我覺得是這樣啦 因為那個選票 你要選票 所以你要去講你的這個願景 我將來要做什麼做什麼 然後你們來支持我 做得到做不到咧 不一定 因為還沒做 所以要等他看他做了以後 看做得到做不到 如果他做不到 那真的就是騙數 就騙嘛 但是他如果做到就沒有騙 所以是這樣子的結構 但是他這一件事情 讓我們看到的不是這樣子 不是他提出願景 然後讓大家來支持 我說他如果最好的做法 應該是說 好 我下一次要來推動 好我想要去選新竹縣 將來我選上以後 我來推動縣市合併 他選新竹縣就沒有問題 因為我做過新竹市長 我現在又選上新竹縣長 我來說推動合併 我做過2026我來推動 我的證券就是要推動 因為推動對我們新竹縣也好 對我們新竹市也好 如果這種做法 我覺得就勉強 說真的想要合併 而且不是為了合併給自己選 而是去挑戰新竹縣 像是很多人誇區挑戰一樣 OK 我覺得這樣就按2026來做 那就是提出願景 然後我來推動 然後對新竹縣市都好 有合併 升格都好 但是不是啊 他是在合併下來 只適合他一個人可以選 如果沒有合併成 只有他不能選 其他人都能選 這個這種推法 我覺得老百姓不是笨蛋 人民沒有那麼好騙 我沒有那麼好騙 你說你不是因人設事 而為了自己去搞這個合併議題 要人民相信 我覺得蠻難的 除非你跳出來說我不選 他已經跳出來說我要選 他就做相反的 他跳出來說我要選 我覺得他應該先要開始危機處理才對 我現在也有一點風向說 林志堅這個所謂的大新毒合併 並不是為了他自己風向來了 想辦法危機處理來了 民進黨內很多人說這是高招 那這個高招做什麼呢 是要幫民進黨翻轉整個北台灣 那這個翻轉北台灣的計畫 是這樣子 翻轉北台灣的計畫 他這個不去桃園 所以鄭運鵬就可以在桃園 被順利的提名了 那他在大新族合併之後 他繼續選 那台北就派民進黨認為最強的陳時中 那基隆還是蔡世穎立委下去選 然後新北就由林佳龍 因為泰魯閣號請辭的林佳龍到新北 那選不贏沒關係 至少在這裡建立了一定的基礎 那這次翻轉北台灣的計畫 所以林志堅在啟動的是一個按鈕 就是說這個按鈕是把他放在 大新竹合併之後的新竹市 那接下來北台灣就可以這樣佈局 這個對民進黨來講真的是 一個戰略嗎 被你們想的low了變成戰術層次 對林志堅的戰術層次 我覺得北台灣這一些人要選 跟新竹縣市合併沒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 有關係嗎 就沒有他 其他人還是這樣子佈局 這樣佈局啊 所以佈局好啦 那OK啊 沒有啦 那就代表說他不會去搶這個 他不會去搶桃園 他也不會去搶台北 唯一有意義的 對民進黨有意義的 還是有啦 我們不要講這樣子說沒有 大新竹合併 就是說讓他們可以光復新竹縣 因為新竹縣他們已經20年沒有執政 新竹市是有輪替嘛 但是新竹縣沒有輪替 這個從林光華之後 大概20年沒有執政 所以把它合併下來 民進黨會比較好選 所以可以光復新竹縣 光復新竹 變成大新竹之後 只有在這裡 還是只有在這裡 只有在這裡有意義 跟其他縣市有什麼關係 對光復新竹縣有意義啦 但是沒有新竹縣合併 難道他們不能去佈這個局嗎 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 林志堅會去攪局啊 這樣 新竹縣是給他 他不要來攪局 他就不要來影響這一盤 北台灣大戰略 人家鄭文燦都講了 說那個桃園政治版圖沒有你 所以林志堅沒有那麼大影響力 他把他自己想得太重要 好我覺得只有因為縣市合併 然後呢 會變成將來新竹縣大新竹市 那選舉呢 國民黨的勝算降低 有這個戰略啦 這個還是很政治 還是單純的選舉的計算而已 你說這個叫做國家的戰略嗎 對啦 是你們民進黨的戰略 但是絕對不是國家的戰略 絕對不是國家的戰略 但是是不是民進黨整體的戰略 因為要是民進黨他要說服民進黨他也要說服黨內 你說黨內有雜音 他要說服黨內說這是你們 我們整個北台灣的大戰略 黨內才會支持他 可是這個看起來之後 這個戰略這個太不關鍵了 不關鍵了 非常不關鍵的角色 我說只有坦白講我們真正的跟他剖析下來 只有光復新竹縣的意義 所以這件事情搞半天 跟北台灣沒有什麼關係 搞半天搞合併修行政區化法 然後呢修人口直轄設人口門檻 搞半天就是要幫助民進黨光復新竹縣 這個目標會不會太小 然後林志堅可以選第三任 兩個目標 就這麼兩個 對 要搞的人要麻煩 要新竹縣民新竹市民都配合你 配合你民進黨 然後來合併門牌通通改掉 要花很多錢的對不對 新竹縣都要改成大新竹市啊或新竹市 我的意思就是國家要浪費很多資源 下去搞這個合併 然後只為了民進黨要光復新竹縣 然後林志堅要選第三任 這樣會通喔 這樣會通喔 我不會重整啊 如果老百姓都可以支持這樣的觀點 所以為了他選第三任 然後為了他們要光復新竹縣 大家都來配合 他們給他合併 為合併而合併 統籌分配款沒有增加 這樣對新竹縣新竹市有什麼幫助 我覺得民眾不會支持 我還是相信民眾有 有基本的理性 當然如果說林志堅所提出的合併大新竹市 就跟剛才維州講的 就是為了要讓民進黨能夠光復新竹縣 因為很久沒有在新竹縣執政了 然後讓林志堅可以選第三任 做他自己最好的政治安排 他也是這樣子認為的話 那就是為了這一黨的私利 或者是為了這一家的私利 或是一人的私利 而去做這麼重大的制度的修法 造成整個台灣資源分配的不平均 那這件事會受到最大傷害的 一定是民進黨自己 所以我認為我還是那個四六比 我覺得六成是不可能的 四成硬推 他是一直講理由 他把民進黨一起包進來 北台灣包進來 說新竹縣市合併 會讓北台灣光復 會嗎 你們國民黨小心一點啊 會讓新北就一定贏嗎 會讓那個陳時中一定贏蔣萬安嗎 那個不一定吧 跟你有什麼關係 你這邊合併跟他會贏有什麼關係 我覺得好 你如果是為了你們選舉 為了選舉出贏那個板塊合併 對你們有利 不是不行啦 就好像說我們談說竹竹苗 那我們竹竹苗來合併 對國民黨比較有利 對不對 兩大包一小 因為縣跟苗 對 比較強勢的地方 二打一 新竹縣跟苗栗來打新竹市 二打一 兩大包一小 你們就光復新竹市 我們就光復新竹市 我們還不敢這樣提說下一屆就這樣 像我提我都說2026再來做 要溝通嘛 然後還要提出其他的理由 不是為了這個理由說我這樣好選 民眾不接受 核算 你就要合併 用國家的資源修法 然後要改門牌 大家要以後洽工都要去 縣政府 市政府不知道要設哪裡 會更遠 一定更遠 因為三縣是你的市政府 即使你把他擺中間還是更遠 所以民眾會造成一些影響 一定要需要時間 比如說到2026 然後大家討論最好是公投 好處跟缺點都列出來 然後大家去取捨 對不對 合併一定有好處 一定有 比如說統合分配管 什麼共同治理 舉債上限 可以解決債務的問題 因為他擴大他的這個 預算規模 所以蓋學校大建設就做了出來 像現在 因為分成三塊老實講 有時候稍大的建設 就做不出來 因為預算規模的關係 就會做不出來 比如說捷運 單獨一個縣市 足足秒可能就可以做捷運 對 如果就合起來 然後他的預算規模 可能1500億左右 他就逐年編列 就可以去做出一條結 也許 這個就是優點 但是也有一些缺點 但是這個都需要民眾的支持 所以我覺得時間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你要溝通 議會溝通 縣府提計畫 民眾支持 這個都要時間的 最好是能夠公投 所以即使我們國民黨私心 說希望足足秒合併 對我們比較有利 難道我不知道嗎 但是我也不敢講說 2022就來做 就來選 你這個建議不錯 就是說 假設你們這個年底 把這個公投綁大選這個法 這個公投過了 那接下來在2022選舉的時候 就一起公投 足足秒要不要合併 到底是足 兩件事都解決了 是要縣市合併 還是足足秒合併 來公投嘛 然後給足足秒的人都一起投嘛 那大家就理性的討論 把優缺點都列出來 我覺得 不過我個人覺得 這個是值得討論 但是絕對不是急救張 為了個人 為了政黨 然後2022就要適用 是可以討論 因為台灣這個兩級政府一直沒有確立 就是說有直轄市跟一般縣市 這個是不對的 這個正常國家不會這樣 美國通通是州 對不對 人民不用分等級 沒有次等公民嘛 美國小州阿拉斯加人口那麼少 他也是選州長選參議員 眾議員 權益不會比別的大州 加州3900萬人口 不會比他少 那日本 我們近鄰日本 這個叫都道府縣 就名稱不同 大小不同 但是同級 縣、府、都、道 都是同級 對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只有同一級 沒有大、小 這個兩級 二級、三級 二級、三級 然後你的知識跟我知識不一樣 我們現在的市長 有小市長跟大市長 一個可以參加行政院院議員 一個不行 像新竹市市長就不行 台北市長才可以 所以這個遲早要去面對 但是絕對不是用這種方式 不是用這種方式 對 我們先謝謝維州來跟我們討論相關的議題 在民主國家 任何這個 跟人民權利義務有重大改變的事項 其實都要透過溝通的程序 溝投是一個 我們最近常常拿來使用的方式 如果能夠在選舉的時候 公投跟著大選一起把 到底足足要合併 還是足足苗一起合併的相關議題 讓足足苗的人民來決定 那會是一個更合理的方式 指定去政院議員 指定是足足目的 指定要改變 指定是中指定的 指定是中指定的 指定是中指定的方式 指定為一個